波兰斯改先民怨滚石主唱声援自由派 波兰政府的司法改革引发争议 英国滚石乐团主唱米克杰格今天也在波兰首都华沙的演唱会上 碰触这个议题 针对这项司法改革 波兰自由派人士华勒沙 Lekulasa 昨天敦促滚石乐团 The Rolling Stones 支持波兰人民捍卫自由 批评人士认为新法会破坏民主制度 为了抗议法律正义党 PICE 政府通过这项争议性法案 数以千计的波兰民众过去一周走上街头抗议 新法将迫使数十名资深法官提前退休 波兰自由派选举日报 Gazette Weibo 报道 74岁的米克杰格 Mick Jagger 用波兰语在演唱会上表示 我太老不能当法官 但我还年轻可以唱歌 米克杰格随后用英语说 你知道我们早在1967年就来过波兰 他是只滚石在波兰的首场演唱会 他希望波兰人经历共产时代 已经学到教训 欧洲联盟 EU 痛批新法强迫法官提前退休 且是对于波兰司法独立及民主分权制度的威胁 华勒沙 华勒沙因担任团接工联 Solidarity 主席争取自由 而在1983年赢的诺贝尔和平奖 他昨天透过脸书贴文向滚石乐团喊话说 波兰现在发生坏事了 曾事后共产时代首位波兰总统的华勒沙 在贴文指出 许多波兰人正在捍卫自由 但他们需要支援 波兰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格尔斯多福 Mel Gorset-Gersdorf 日前将政府缩短他六年任期之举 赤卫为违宪行为 欧盟司法当局六日声援格尔斯多福 并敦促执政的法律正义党 恢复司法独立 议者 陈彦军斜杠和稿 郑诗运